如果人多就多開一班 先開一班 30到50個人左右 我會講第一堂 講一些政治選舉的理論 以及關於那個選舉 所謂camping management 文宣的部分 成名教授科大 就答應了幫我們講 政改通過之後 選舉形勢的分析 政治形勢的分析 另外那六堂 有一堂是兩個律師講的選舉法例 另外那五堂 全部都是跟地方選舉有關 都是一些很資深的區議員 或者打過無數的選戰 其實我們社民也有兩三件 陶君恒、陳偉業這些 這八堂是很有價值的 大家可以參與 這個星期尾就會放上網 就開始接受報名 七月一日應該接受報名 十五日就截止 過了十五日就不會再收贏了 那... 旭文就是班主任 OK 那我又重執教編 我們會... 那些課程都會有些干擾 甚至會印一些講義 各樣 總之就好像上課那樣 沒有分年齡 雖然說我們希望多些年輕人參加 不過... 我們... 參加這個班的人 有幾個條件的 第一... 社民年的會員 第二... 中了 是五區公投的義工 你可以不是社民年的會員 但是你是五區公投的義工 第三... 就上述兩類人士 但有志參加這個地方選舉 OK 第四類就是學生 包括中學生 還有打學生 那叫包含澤 7月1日開始報名 在這裏就借一點時間 跟大家預告 我們社民年未來的發展 就是我自己 在星期六個月 就是我們黨內的一個座談會裏 我特別提到的 我們當然繼續我們抗爭的路線 我們都被標籤為激進派 還有現在 在社會上已經認同了 社民年在民主派裏面 就是... 一個重要的力量 你任何人 你怎麼批評我們 抹黑我們 你都不可以否定我們 現在是起碼一樣的事情 這個已經是... 社民年已經是攀登了 去一個政治光譜裏面 很清晰 你不可以 ignore 有沒有人說當公盟 或者街工 是一個... 就是... 民主派的一個重要 不可能 公民起動 一個小女子 是一個不可能的 但是社民年已經被列為 所謂激進派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力量 這個已經是事實 所以我們未來... 就是說我們... 社民年要做的事情 就是有三個方面的 第一就是組織 組織呢... 就是包括兩個方面的 第一就是... 我們會... 用很多資源呢... 希望可以開拓一些地區工作 OK 然後從這個開拓地區工作裏面 又結合一些地區的組織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組織方面的第一個部分的第二呢... 就是跟社運團體的合作 譬如今次我們包圍立法會這個合作模式呢... 以後可以參考的 我們跟那些八十校合作 那些八十校反特權青年合作 他們很威風的嘛 那我們不會跟他們爭出風頭的 我們連我們... 我們有份給錢 但是... 整個運動呢... 我們連上台講話 我都要問過他的 OK 我們是很克制的 那這種合作模式呢... 是可以繼續下去的 因為那些年輕朋友就會覺得... 都好啊... 我本來跟你正當合作 我怕你懷疑我 又或者怕你騎劫我 但是社民連... 就是在今次那個包圍立法會的行動裏面呢... 我們那個表現呢... 就是他們大家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以及警方... 這次很高姿態 就是要對付這個所謂的包圍立法會 但是由於有社民連 我們有一些行政會議的成員 行政委員呢... 在現場... 就是負責跟警方的溝通呢... 就是效果都很好 所以到最後呢... 沒有造成一些... 所謂激烈的衝突 這個也都... 就是我順便在這裏跟大家講 不要經常當社民連是壞人才行的 罵我們是壞人那些其實很簡單 他是心理變態的 他是抹黑別人還自己稱白 一句講話 轉移視線 對啦... 抹黑別人還自己稱白 但是不要緊 是吧... 我們可以承認 這個組織呢... 除了是社運地區組織之外 那就是...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組織 我們要強固我們自己內部的組織 有可能各個地區要設立一些滋暴 是吧... 在明年的選舉之後 以及我們內部呢... 要加強那個團結 是吧... 因為現在我們是眾志之敵 建制派... 加這些偽民主派... 是不是聯手要打擊這個社民連 還有剩下的幾個散兵游泳 就是... 何秀蘭、李卓人、梁耀忠 每個人都不妥我們 我告訴你 雖然他今次投票給我們 但是他心裡全部都不妥我們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老實說 說白都不白 是吧... 你看... 一樣是用梁國雄那件事 來抽我們水的嘛 李卓人也好 梁耀忠也好 全部都用那件事來抽我們水的 所以我們對這些人 也不可以寄任何的厚望 是吧... 所以我們是孤立的... 但是不怕孤立才可獨立 這是我們的一個... 鼓勵自己士氣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第一部份是組織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 最後你什麼都是講實力的 是吧... 接著整個民主派的陣營 現在是土崩瓦解的 怎樣令到民主運動繼續有活力呢 於是我們是不是要把我們這些組織 或者跟外面的組織 有一個結盟 是吧... 譬如好像... 現在維園阿哥 搞他的維園行動幾好 已經... 嚴嚴成為一股力量 已經一班人就好了 這些你未必要跟聖日文年有很密切的關係 未必... 你又不會受社民年支配 但是呢 又可以互相呼應 互相奧援 現在我們是採取這種形式 民陣跟我們的關係都是一樣的 雖然民陣的趙澤民、李偉宜也是社民年的 民陣裡面很多成員都是社民年的 包括鍾松暉啊 很多那些都是社民年一件事 但是... 我們跟這些組織的關係就是 大家各自獨立發展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是吧... 這種形式... 我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政改完了之後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 因為上個星期五 很清楚告訴大家 社民年會會走一條什麼路 對不對 有些人就擔心我們 有些人就憎恨我們 有些人就認為我們會泡沫化 我現在是一天去告訴大家 第一組織的部分就是這樣 所以不好意思阿哥 不要緊 我先說一下 第二... 第二個部分就是... 訓練 組織 訓練 訓練就是... 現在我們搞黨校 我們是助言起行 因為我們經過五區公投 又經過政改 所以搞到根本沒有時間去什麼 現在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讀那些課程 我不斷去... 那些人滾了我這麼多卡 我現在逐個滾回他們 他們個個都要遷就 我今天打給成名教授 異話不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 我給那個時間就不能搞定 就是... 人就是這樣的 家家有求 這些人都不斷滾我卡 又不給錢 滾了這麼多年 現在輪到我滾了 所以我們設計的課程 就是... 在那裏做著 先開一班是選舉研習班 接下來我們... 在今年的年底開始 就會... 或者下年的年頭 就開一些有期數的 定期的 三個月一期的 那些政治訓練班 是不是 就每個禮拜 可能講的是 要上三課至四課的 那種... 很intensive 那種... 速成班 不是速成的 三個月 很多事情的 政治理論 公共政策 地區工作 傳媒... 這個... 傳媒關係 傳媒關係 還有演講技巧 是嗎 競選的... 組織動員文宣 很多事情的 很專業的 大佬 有沒有功課和考試 當然有啦 到去到那些班數 當然有啦 有沒有補習班 我們要找一些有potential的 那些 可以... 加以培訓 所以訓練那裏呢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是吧 第三呢 就是... 論述 論述呢 我們有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 對現階段 或者未來 整個香港的政治生態 政治形勢的評估分析 OK 那個政治光譜 那個分布等等 這些問題 政改方案通過 之後 民主黨 投降之後 整個政治生態 政治形勢 那個論述 民主黨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他沒有論述 他現在在蒙運過關 以為兩兩里 跟著我又跟你爭取新普選 你又要做妓女 又要拿政治牌坊 是不是 他是在那邊搏 含運過關 要有論述 對 那一個問題 說 說